兜兜专论一个星期了 终于是快要2300了 继续冲止20000张小洛特 还是一楼直接索小洛特 自信几天风 这把对战花木兰 很多人说打花木兰不能挑衅 人家一级学一直接打你就能把你打死 我在十条和一宿命的名文 再加上一级出不点 他花木兰拿什么打死我 再者被打死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不够果断 兵线没到的时候先藏我视野 以免被卡位置 兵线到了直接戳后排兵 调整位置按推打键 攻击最近单位 同时A后排两个兵 木兰到二不管 继续A 一个戳 再A小兵上二 一技能续战被动 买铁剑和木兰队也不要怕 再戳刷住被动 骑索网门仔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一个戳 直接拿下 再神仙出塔 接近2300分的电风赛 直接拿下木兰一线 所以能不能抢二 该怎么抢二 你学会了吗 木兰虽然有霸体 但是张良的大招是无视霸体的 横克木兰 这波张良来帮我抓 那么大概率是能抓死的 这波木兰蓄力清兵 是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张良大招没好 就在此时云鹰赶到 那么肯定是打不了了 戳走 张良开到木兰 细节闪电躲掉云鹰打 但是也没有用 根本就跟不了 所以张良被两人带走 我也救不了 我如果上了 结果只会是多送一个人头 能不能跟你要学会自己判断 不要因为队友的错误分析 把自己的节奏带崩 为什么打着打着 莫名其妙的一封 原因就在这里 这个木兰很聪明 兵线还没到 他想趁这个空档 回家补一波状态省个药 我会让你这么容易得逞吗 戳过来给个一打断回城 吃药了 那应该不会回去了 接下来直接断线清兵 给木兰压力 把线卡住 给个一蓄被动 继续卡住 戳一下蓄个被动 再戳跌到四层 给个一跌到五层 不能再跌了 奇迹光帮展用掉一层 木兰想象戳大头击飞 奇迹光帮展 再戳躲推 给个一 戳大 奇迹光帮展 往后走 再一个戳 送木兰回老家 再次献上单吃木兰 拔掉他的一塔 木兰这局直接废了 顺风的侠洛特 你知道有多恐怖吗 希望野怪叠上一个被动 一技能再去一层 戳木兰 奇迹光帮展 大招 戳 奇迹光帮展 给一 回戳 奇迹光帮展 根本不掉血 再戳走 拉扯一下 给一再去 云云不走 就是布局死活 戳过来 大招 再戳 奇迹光帮展 伊 戳 奇迹光帮展 吸内 再次戳走 小洒离去 这就是猛南可乐 然后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夏洛特的严重性 再不处理一下就谁都管不了了 这波射斧包过来了 给一旭被动 戳 奇迹光帮展 大招 奇迹光帮展 再戳 产生多技能 木兰产生再次戳走 这波对面四个人把我没杀掉 他们也因此丢失了夏洛尔塔 得不偿试 八分钟 利用对面小野点被动 云云直接冲我 最后阿里木兰也跟上 无奈只能拖走 再次拉开距离 奇迹光帮展减伤 木兰一拍没拍死 再拍凭借逆甜言品 再次实力逃生 这波对面又因为针对我 导致中塔防守不够 再次遇到中塔 再次得不偿试 九分钟 我一人处理上路明显 不料对面又是四个人一起上 这波没办法了 也没闪现 实在是走不掉 这张翻译是还没大 有大我估计又喷我了 虽然我这波被抓死 但是对面又因为针对我 丢失了中路二塔 不能说对面得不偿试吧 只能说我不亏 队友都说赚翻了 我只能说一个优秀的对抗路选手 你针对他是没有什么用的 15分钟 双方为了争夺暴军 核道暴发团战 给伊仙旭被动 侧方寻找机会 绰龙旭被动 闪现大招 奇异光盟展 戳 奇异光盟展 一收云鹰 戳拉扯 战然打到张飞 戳旭被动 一大 奇异光盟展 再戳奇异光盟展 成功活了下来 其实刚刚大闪更好的 但是团战打得突然 有点荒步则路 不过效果其实差不多 对面就剩一个阿里 张良直接狂点大招就行 恩终阿里带走 一波拿下 兄弟们 我感觉我要脱离 两千二的苦海了 终于可以结束 两千二坐牢的日子了 两万张下罗特 知之可待 光副张飞又怎么样 之前拿下 兄弟们 明天再见